北京时间11月24日国宇消息 23日2024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结束半决赛的争夺 国宇取得四胜两负的战绩 女单、女双、混双三个单项闯进决赛 其中女双提前包揽怪亚军 备受球迷关注的男单对决 石与其对阵乔纳坦 关系着年终总决赛男单项目的最后名额归属 最终石与其17比21、16比21连输两局 无缘决赛同时乔纳坦也搭上了年终总决赛的末班车 石与其全场表现不算太差 高举高打双方打得很激烈 但无奈石与其失误多了些状态有些落见右 好看但不鼎用 另一场半决赛丹麦得比 安赛龙和安东森大战三局 最终安东森惊险出 三局比分16比21、21比9、22比20 女单半决赛高仿节两局立刻泰国选手苏巴尼达格托 首次晋级Super750级别的决赛可喜可贺 男双半决赛何继婷仍想与力拼两局 遗憾不敌意尼组合骨塔玛 依斯法罕无缘决赛 这场比赛其实任何表现的有些紧 而对手是冲击的心态打得更加放得开 首局开局任何组合就有些慢热 失误多了些连丢5分落后 不过对手确实手感很好 中前场又快又稳 任何很快调整的状态将比分追至6比7 双方在发接发争夺非常激烈 战至8比9任何的失误增多被对手连得4分 比分被拉开 对手打得有放有收 失误少 进攻连贯出色 也难怪梁王会输 双方发接发上都差不多 虽然印尼组合偶尔有失误 但进攻火力确实猛 有一种印尼版的印度黑塔的感觉 对手一直保持着5分的领先优势 以21比16拿下第一局 第二局 印尼组合攻势不减 发接发拼得非常凶 开局又取得5比1的领先 战至2比6 有人想与发球 发接发质量相当高 任何相当于抓了一波发球轮 连得4分将比分追平 可惜 好景不长 任何失误增多 印尼组合再次取得微弱的领先优势 战至12到14 任何连丢4分 分差被拉大 但是任何并没有放弃 将比分追至18比19 可惜关键分上对手发挥的很稳 即便在局点被动的情况下 依然能临危不乱 也许这是大年龄球员的优势吧 最后 古塔玛伊斯法海21比18 再胜一局 晋级决赛 很难想象这对印尼组合 分别是96年和98年 已经不年轻了 在印尼男双走向没落的时候 忽然冒出来 宛如救星 另一场半决赛 韩国组合真龙 徐承载和9位露面的 印度黑塔兰基雷迪 泄提大战三局 艰难胜出 徐尤巴真是搭谁都能出成绩 和真龙配对第二战赛事 就打进了 Super 750级别的决赛 如果梁王一直这样的状态 或许换个人搭一下 找找其他感觉 不合适再组回来 也未尝不可 洛杉矶奥运 还有四年 有很多时间尝试 女双半决赛 刘胜书 谭宁对阵老对手松山内卫 志田千阳 首局开局不久后 日本组合为了充分调动刘坛 线路拉得有些开 出界球太多 遇到一些机会球 压得太狠 很快刘坛就取得了 13比3的领先优势 还是因为中国组合的威胁太大 对手有些急 大比分领先之后 刘坛也出现了一些失误 山羊组合打出一波6比1 比分也追到只差5分 此时 刘坛打出漂亮的连贯 连得3分 重新扩大战果 第一局逐渐失去了悬念 刘胜书 谭宁21比12先下一场 第一局局点 第二局 刘坛继续狂轰滥炸 只是个别球有些勉强 也强行杀球 效果差了些 被山羊抓住了得分机会 刘坛虽然进攻很强 但是防守推挡经常不到位 双方比分也没有拉开太大 开局有一段时间保持着2到3分的领先优势 但很快被追到9平 刘坛有些累了 连续进攻的能力变弱 事物增多 比分被对手反超 第二局精彩分 战至13到15 刘坛在十分被动的情况下 顽强防守 纳下这一分 随后气势大涨 连得3分 刘坛逐渐找回节奏 文中求胜 最终21比17再胜一局 晋级决赛 另一场半决赛 由另一队中国组合李怡静 罗许敏对阵日本组合福导游记松本麻佑 此前两队组合在今年的日本大师赛上有过交手 当时日本组合两局轻松获胜 此番交手 罗利组合可以说是准备得非常充分 而且打得十分耐心 最终复仇成功 打得对手没有脾气 决赛 罗利将对阵流弹 虽然罗利曾在中国公开赛爆冷获胜过 但是在实力上 还是流弹更占优 混双半决赛 冯燕哲 黄东平两局完胜陈堂杰 杜一伟 虽然比赛没有那么一帆风顺 凤凰组合也是渐入佳境 大家对半决赛怎么看 欢迎评论区留言 最后也别忘记订阅中国体育比赛传奇 一起为国语加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声握